周六的综艺节目捷报频传 上周六推出了台湾歌机金曲歌喉战的全新企划 歌手们轮番标歌收视是再创新高 四岁以上的平均收视冲破了3.12 狂吸百万人次收看 稳坐周六所有频道节目的收视冠军宝座 主持人白冰冰是难掩兴奋的说 真的是苦尽甘来 综艺天后白冰冰主持的综艺节目 上周打出台湾歌机金曲歌喉战的企划 一直站上周末收视第一的宝座 收视日创新高狂飙破3.12 触及人数更是达到150.4万人 25到49岁收视日更是高达2.07 双双拿下所有频道的收视冠军 白冰冰说有苦尽甘来的感觉 节目收视日高也捧红了许多艺人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 李子森和杜新田这对CP组合 两人不仅申请对唱 还在歌曲里面加入戏剧元素 让电视机前的观众 不只耳朵怀孕 还能融入现场情境 两人听到节目收视冠军的好消息 觉得余有容颜 节目中歌手轮番 飙唱卖力的演出 获得观众肯定 主持人白冰冰说 我就像是大观人的家长 让我这个大姥姥带着一群年轻人冲锋陷阵 我们的歌手就是厉害的先锋 希望亚俗共赏的演出 获得观众的喜爱 记者综合报导 清醒 开始